小姐妹 大家平安 平安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訊息是 聖誕為你也為我 我不只是為了你 而是為了我們每一個人 這個禮拜已經是代相節的第幾個主日了 你們知道嗎 已經進入到第三個了嗎 已經要進入到第三個 好 代相節 我這邊不能按 我沒有接線 姐翰你幫我接一下 好 幫我按下一頁 再下 好 聖誕節每一個主日 都代表有不一樣的意思 他第一個主日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感恩節那一天 是今年的第一個主日 是什麼意思 是期待跟充滿希望 你是要有一個耶穌基督 為了你要道成肉身 來到這個世界上 你覺得 哇 好有希望喔 第二個主日是什麼 第二個主日是和平跟平安 一個有帶個平安的神 一個帶有和平 耶穌來帶給我們每一個人什麼東西 帶給你平安 平安是什麼 又是和平 如果你沒有平安的話 你的內心裡面 會有和平的感覺嗎 不會 你如果沒有和平 你內心裡面會有平安嗎 也不會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結合在一起 第三個是什麼 耶穌帶來給我們什麼 第三個主日就是今天 祂要告訴你 你要喜樂 祂要紀念當時候耶路撒冷毀滅的時候 如果你的國家陣亡了那一天 你會有什麼感覺 完蛋了 我這是要怎麼辦 我的孩子 我的未來 全部你全部都會沒有希望 當時耶路撒冷毀滅的時候 你猜所有的人有什麼感覺 完蛋了 可是上帝星期很多先是告訴他們說 就算是這樣你也不要難過啦 我跟你說 以後還有一個耶穌基督要來到我們當中 有一個彌賽亞要降臨在我們的 我們的聖命當中 他帶給他們一個很大的喜樂很大的 幫忙 第四個主日是什麼 就是愛跟啟示 神的愛有沒有臨到你的心裡面 耶穌降生的時候 那個愛有沒有臨到你的心裡面 代降節在以前第四季前 四季末的時候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大家都四十天喔 禁食禱告然後預備等候 我不知道現在的 如果聖誕節要到了 你花多久時間等待耶穌基督 你花多久時間等待這個神 他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透過這個禮拜 開始預備自己 如果你前幾周 還是很忙碌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可以透過這幾周 來預備自己 代降就是等待耶穌基督來臨 一方面是紀念他 稱降生在我們當中 道神肉神第二次再贏 我們在等待耶穌基督再來 好 我會把這個放上去是因為 代降節要到了 聖誕節要到了 其實我上禮拜再來談語講 也是講這一個主題 那上禮拜呢 是12月1號12月4號 但是12月1號我們知道是一個 艾滋病的關懷主義 你有沒有看到他有一條什麼 紅絲帶 這個紅絲帶代表什麼意思 他代表了一個炙熱的火 什麼是炙熱的火 這個火代表了你對一個艾滋病患者的關心 代表你對他的愛 你對他的關心 第二個他代表什麼 那一條紅色的絲帶代表什麼 代表一個血 當艾滋病患者他身上所受的苦的時候 就代表那個血 第三個代表憤怒 因為我們對這個疾病還沒有找到可以治療的方式 第四個代表什麼代表一個預警 提醒我們很危險哦 大家要小心 每一個世代裡面 神都用許多東西來提醒我們 我相信這個疾病也是在提醒我們 我們要過一個聖節的生活 當然很多東西不是我們可以掌握的 但是我相信神在每一個世代裡面 都不斷地提醒我們 但是當你看到這個紅絲帶 當一個艾滋病的患者站在你旁邊的時候 你是怎麼樣 緊痠 趕快落跑 最好不要靠近我 我如果看到他走進來 坐在這一排 我就趕快坐來這一邊 我不知道 當你看到一個艾滋病患者的時候 你有什麼 心裡有什麼感覺 那是親愛的 他不會那麼容易不會坐在你旁邊就傳染給你 神說 我的福音不只要給你們 也要給這些人 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時常會把自己當成 嗯這個人 他好像得救 離得救比較遠 那就算了 那坐在這一排的好像離得救比較近 所以我就一直 跟這一排的人在一起 不跟這一排的人在一起 沒有 神說我的福音要平平公平的給每一個人 所以當你遇到一個有需要的人 你怎麼看待 Youtube合唱團那個戴墨鏡的那一個 我覺得他長得有點像周農周牧師 如果有記得的人 應該就大概認得出來 他有發出一個訊息說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為了這個疾病 付出一點心理 所以他其實他一直參與很多社會政治 他被扳為那個和平大使 然後還有良心大使 那他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都說 我們不要每次做一件事情 就想說耶穌要怎麼祝福我們 而是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神的祝福就臨在那一件事情當中 神沒有說你做那件事 我就怎麼祝福你 而是你做了 他就跟你同在 他發起了一個運動 就是大家都去買紅色的商品 就是買紅色的 然後呢 每一次買紅色的 每一次買READ 都讓我們朝向無愛之病的世界 更進一步 他就是當你去買這些紅色的商品 他就撥了一點錢 去給愛之病研究機構作為他們的基金 所以他們就可以去做很多的研究 讓我們更能夠遠離這個疾病 好 當你用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的護照在哪裡 你就知道這世界的需要是什麼 神的需要有在你的心裡面 有一點點微小的聲音嗎 我相信都有的 當有一個老太太要過馬路的時候 你心裡什麼聲音 去幫他啦 欠他一下 有一隻小狗快掉到水溝了 你明明就很趕了 你會怎麼樣 屁股稍微扶他一下 不讓他掉下去 神把那個愛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面 當我們更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知道 神對你的護照是什麼 你需要從哪裡開始 除了是艾滋病的關懷主日 也是一個身心障礙者的關懷日 所以12月份是一個關懷的日子 你有付出這樣的關懷嗎 今天我們讀的竹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高高我 叫我穿古衣給平衷人 差遣我報告 其實這是耶穌念出來的 他後面說什麼 他說我要向貝魯的德釋放 瞎眼的德看見 叫他受壓制的德自由 神要讓我們經歷這一些耶 你有嗎 心裡想說大可憐 這都聖地上面寫一寫的 還是你有經歷過 想給你那個好自由好快樂 耶穌說什麼 如今這些話都要應驗在你的耳朵裡面耶 你有經歷嗎 有還是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神會在我們生命中裡面行大事 耶穌說他來要幫助哪幾種人 第一種他要幫助貧窮的人 這是耶穌跟一個貧窮的人在一起 他牽著他 你有辦法去牽著一個你不愛的人 或者是你覺得哎呦 那個耶穌就去欠他 耶穌那時候的社會型態 他們的社會經濟是貧富懸殊差異很大的 有錢的人好有錢喔 沒錢的人好沒錢 三個人裡面就大概有兩個人會是努力的 他們差距是非常大的 再來他們的道德方面也是差距非常多的 有錢的人每天都去跑夜店 每天都開那時候可能沒有名車吧 那就是坐很好的車子啊 大家都服侍他啊 傳經代理啊 喝什麼果汁啊等等之類的吃得很好 那窮人怎麼辦 隨便啊 然後看不順眼就拿去殺一殺 在他們那裡面那時候的時代是非常不尊重人 在道德方面有非常的敗怪 再來社會方面宗教方面 他們那時候羅馬皇帝崇拜 然後呢猶太人又非常重視律法主義 可是並沒有辦法讓人的心裡面覺得有平安 或者是覺得有喜樂 所以在那個很貧窮的狀況裡面 每一個人的心裡面都是很難過的時候 耶穌說他來要拯救貧窮 這個人他表面笑得很開心 內心卻是很難過 你有沒有這樣 我們很容易希望我們外表很不足 所以我們就去 我一定要贏 這個同學我一定要把他拉下來 怎麼可以我一定要在勞師面前表現出我最好 同事呢陷害他一下黑他一下 我們好容易為了我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而去傷害別人 而去滿足我們自己 然後就去用好多地方 你想要去控制一切 當你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你就越來越焦慮越來越緊張 國家跟國家之間 民主跟民族之間 人跟人之間就一直在這樣 你裡面真的喜樂嗎 神說不要跟貧窮的人在一起 你如果看耶穌基督他的生活裡面 他沒有逃避貧窮 你知道耶穌出生在哪裡嗎 拿撒勒 他的故鄉是拿撒勒 不是出生的 他的故鄉是拿撒勒 他在拿撒勒的時候呢 那個地方是很被看不起的 是一個鄉下地方 如果現在年輕人就會說那個叫做鄉巴勒 他是在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多鄉下 拿撒勒說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東西嗎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故鄉是非常被看不起 那耶穌就在一個這麼貧窮的地方長大 一個這麼被看不起的地方 有人把耶穌跟保羅拿出來比喻 就看得出都市的小孩跟鄉下的小孩差在哪裡 保羅都怎麼樣 我們要全部軍裝 我們要認真的跑 要努力的跑贏那個賽跑 很閒的人才有辦法去跑賽跑 我們還要全部軍裝 住在鄉下的人還會在那邊全部軍裝 所以聖經學者說 當我們把兩個人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知道都市人跟鄉下人 耶穌是在一個很鄉下的地方 所以他很了解當時人民的痛苦在哪裡 他可以去親近那個很卑微的人 這張圖我們以前有看過 耶穌跟那些人說煩惱不重丹的 不管你們是誰 你們被看不起的 來到我這裡 我就使你們得擔心 喝酒的也沒關係 嚼檳榔的也沒關係 刺青的吸毒的 你有任何狀況的都沒關係 都來到神的面前 神就跟你們在一起 耶穌除了跟貧窮的人在一起之外 他也拯選貧窮的人 這段經文我們常講 神拯選世上余左的又拯選世上軟弱的 叫智慧的羞愧 叫強壯的也受惠 也拯選卑賤的 叫被人厭惡的 使每一個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殺 神不只跟貧窮的人在一起 也拯選他 我們都覺得別人好像就是很棒 但是德雷莎修女說過 我們都不是偉大的人 可是我們卻可以成就偉大的事 來在我們生活中 每一個平凡的事情彰顯神的愛 還記得我們剛剛講的那段經文嗎 那段是保羅說的 有人說阿保羅那麼聰明 我們那麼愚蠢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怎麼看自己的 可是國外的出版社統計 他們在賣每一本書 每一本書都會有書名對不對 你知道只要某一本書裡面 前面再加上 這是要給愚笨的人使用 就是笨蛋使用手冊 或者是笨蛋教學竹菜 你知道嗎 那本書都會賣得比別人就順好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自認我們自己是笨蛋 所以都覺得我們就是要選那個最簡單的 神說沒有 他是使用每一個 我不知道你去買書 你會買那個聰明人專用嗎 還是你會選那個 就是比較簡單的 神說他給我們智慧 所以你要相信在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可以用神給我們的智慧 去彰顯上帝的榮耀 好 你的手錶有沒有反光過 在太陽底下 或者是女生愛睡的時候呢 有沒有 就是在鏡子就會反光 之前我兒子都會拿那個鏡子啊 在那個太陽底下 然後就一直用我一直用我 所以一個媽媽就會抓狂 在那個時候我發現 欸 上帝的光就這樣反射出來 我們每一個人就像一個鏡子一樣 上帝的光你出去外面 太陽照到你 全部都吸收到你的裡面 上帝的光照射到你 全部都吸收到你的裡面 還是你有把他彰顯出神的榮耀 不管你是誰 你都可以像一面鏡子一樣 彰顯出神的榮耀 第二個 耶穌說我來是為了什麼 醫治心理貧窮的人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貧窮 都是你外在的 可能是你的別人看起來對你的感覺 但是你的內心呢 耶穌說就算你受傷成這樣 都裂了你包了很多齁 我還是要來醫治 神的愛就要領到你 要醫治好一個傷心的人 簡不簡單 不簡單 但是只有神可以 我們都怕傷害人 我們也怕被傷害 被傷害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很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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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神說我要讓你驚豔那個喜樂的感覺 你有多久沒有這麼happy 這麼喜樂 神說他要給你這麼喜樂的感覺 當我們很難過的時候就是黑白的 但是當我們很快樂 這是在裡面的圖案 你看一個圖案 它就可以從黑白的裡面 變成一個彩色 神的愛就是這樣給你慢慢一點 經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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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從很無助的裡面 靈受到神的愛的時候 你的人生變成彩色 薩蓋 他是一個大家都看不起的人 他是一個大家都很討厭的人 他是一個大家都很討厭的人 如果你很被討厭 如果你很被看不起 我相信你的內心會很受傷 這時候怎麼辦 只好欺負別人 展現出我自己很厲害 薩蓋就是這種 他給人家收稅啊 就是給人家收很多錢 他出去就是別人都一定要尊敬他 不然他就欺負你 可是他內心很痛苦 因為大家知道大家都看不起他 誰改變了他 耶穌 耶穌怎麼改變他 到了他家 跟他說你快下來 我今天住在你家 耶穌跟他講完之後 你知道薩蓋出來說什麼嗎 以前為生的人他出來說什麼 他說 主啊我要把我一半所有的分給貧窮人 如果我騙了誰 我要四倍還給他 這就等於他過產 你有辦法把你的零用錢 一半分給貧窮人 騙誰再還他四倍 我相信這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可是只有神能返轉這一切 第三個 是要貝魯的得釋放 你有被其他東西擄走嗎 第一個是FB 第二個是上吃飯的時候 就一定要大家看手機 第三個是被寶可夢 一隻皮卡丘就是在他的脖子上面 我發現 現在真的大家都快被手機擄走了 真的 你每天不看LINE你就很痛苦 你每天沒有FB一下 你就會覺得好像他做了什麼事我不知道 可是神說你要從那裡面出來 你要離開 這是芬蘭的一個畫家 為了讓現在的年輕人有所覺悟 把他畫出來 我相信這也是在提醒我們 你被爐了嗎 除了這個我知道有很多東西 可能會把我們爐走 譬如說 你很愛去吃東西 好像我就是真的要檢討一下 你很愛吃東西 那有可能你很愛乳博 或者是你很愛喝酒 沒有抽菸就一定不行 沒有吃檳榔就一定很痛苦 當然我不是說這幾樣不好 聖經說什麼 凡事都可行 但是不都有益處 然後但也不都找救人 你知道神給你的 你所需要的是什麼 你回到神面前 神就知道你應該怎麼做 第三個會哭幫你的是什麼 不能說的秘密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秘密 你有沒有秘密 有沒有 你知道我那一天 跟我的先生在樓下吃飯的時候 因為已經很晚 然後我先生上禮拜上大夜班 起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蘋果不是都有Siri嗎 我先生起來就跟以樂 因為他有那個智慧的 可以跟他對話 所以有時候很無聊的時候 就會跟他一起對話 那個以樂就問他說 你睡飽了嗎 你知道Siri和他什麼嗎 秘密 所以連那個智慧型手機 他都有秘密 然後呢 我們就問他說 那你有什麼秘密 你知道Siri告訴我們什麼嗎 如果我跟你說 那就不叫秘密了啊 所以 在每一個人的內心裡面 都有一個秘密 這個秘密 有可能會捆綁你 有可能會捆綁我 當別人告訴你 我跟你說一個秘密喔 你不要告訴別人喔 那就已經在你心中是一個重難 因為你知道 喔我好想說喔 可是我不能說 除了這個以外 過去你犯的錯 過去你所做的一切 或許是你心中的秘密 怎麼辦 這個秘密可能苦幫你苦幫你很緊 神說你幹嘛煩惱那麼多 你就怎麼樣 其實你知道嗎 步驟很簡單 但是要做到的確有點難 步驟就只有一個 就是交通給上帝 交通給他 他就為你解決這一切 你就不要再想 好不好 神說我要 把你從那個庫茫裡面讓你得自由 再來是使瞎眼的得看見 而且在這邊我要提到的不是什麼 特別的 是我們雖然眼睛看得到 但是我們內心可能有很多東西是我們看不到的 你在屬靈上面你有沒有什麼 覺得讓你很困擾的事情 其實有很多基督徒 我在這邊要特別提到的是 屬靈的瑕疵 很多基督徒他雖然成為基督徒 可是因為他生長在台灣的文化裡面 他還是被那個拜拜的文化所影響 你會覺得 好好我今天不怎麼樣 我好像結婚也是一樣來看個日子好了 或者是我好像怎麼樣也是來看個日子好了 我好像掉錯了 好這個呢 我們的心裡面的那個靈有沒有打開 聖經裡面有兩個人 有兩個蝦子他們是最先得到的基督 他們遇到耶穌的時候就說 欸大外的子孫你可憐我吧 你知道耶穌回答他一句很妙的話 他說你信我能做設事嗎 你今天跟耶穌打到說 主啊我一定要升光 我一定要你一定要醫治我 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耶穌我問你說你信我能做這事嗎 你會怎麼回答他 不然耶穌你試試看好了 你怎麼回答他 是啊我相信啊還是說你試試看好了 我們今天禱告完很容易就 不然喔禱告完了 然後我馬上就不然我再去怎麼樣怎麼樣 當然你禱告一定要加上行動 可是當你信心軟弱的時候 我相信你很清楚就知道 你根本就不相信神科為你成就這件事情 這兩個蝦子他怎麼樣 可憐我們吧 那時候一定有很多秘方 會去告訴他們 喔你這眼睛喔就是去勾頭啊 或者是去海邊洗一洗啊 或者是吃個驗柱 對啊 健康食品就能看到 耶穌問他說你們相信那些還是相信我 他說主啊怎麼樣 我們信 我們相信 我們信 確信耶穌說什麼 照著你的信給你成全的 之後耶穌摸他們的眼睛眼睛就開了 所以在你的屬靈生活裡面 你相信耶穌會不會你成就那些事嗎 還是你根本自己也不信 又去做了一些很多的事情 再來耶穌說 我就是要使那個受壓制的得自由 這個屬靈的文化裡面 會使我們的心受到壓制 你會覺得七月走在路上 就算你是基督徒 你還是會心裡覺得毛毛的 是因為你就是知道七月有鬼 在你的心裡面你知道 我好像就是會被某種東西壓制 以前我同學 他根本就不想當基督徒 因為他覺得基督徒很麻煩 每一餐都要禱告 而且還要奉獻 所以他覺得他對這個東西很排斥 可是之後他為什麼成為基督徒 他說因為我婆婆算命 算得比我覺得更嚴重 他說 要批八字啊 看風水啊 連床上怎麼擺啊 孩子名字要叫什麼啊 幾點幾話啊 什麼時候吃飯啊 什麼時候拜拜啊 這種東西更壓制你的事 耶穌說 他說我來要使受央製的得自由 他忘年人得到那個自由 當你被那個屬原的東西捆綁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使你們得以自由 最後耶穌說一句話 報告神願那人的死年是 所有的一切他都忘了 你們可以重新回到他面前 這福音是給你們的 所以跟從我的就不走在黑洋裡面 你們要得到生命的光 那個光 進去一定要開電燈 你才會覺得平安 所以你們要得到神的光 最後 你們看到這個是什麼東西 電梯 我們今天來到耶穌基督的面前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得到改變 是咻馬上嗎 太多人都說 來來來你來信耶穌 你來了就可以得救 親愛的得救是馬上立刻的嗎 當然我們知道他相信耶穌基督 他就可以得救 但是每一個人的得救跟成聖 都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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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走 不是你今天受洗完之後 你馬上就得 就是可以拿到一張免費天果的門票 不是 神說你們的生命是一步一步一步改變 有一對鄉下來的阿公阿嬤帶著他的小孫子 來到都市辦事情 來到都市的銀行辦事情 那這個阿公呢 因為阿嬤在辦事情 阿公就帶著小孫子 就到處逛逛看看啊 然後呢 阿公就看到有一個很胖很胖很胖的女生 很老很老很老的女生 走進去那個電梯裡面 門關起來 過了幾分鐘之後 門打開 哇出來一個好年輕的 然後身材火辣又很漂亮的 因為阿公不知道那個是電梯 就馬上跟他的叔子說 欸你在這裡等一下我去叫你阿嬤來 他要幹嘛 來了之後叫他的阿嬤進去電梯裡面 然後呢 等了一下他就希望他阿嬤出來是怎麼樣 喔身材很好又很明顯對不對 出來之後他阿嬤還是沒有變 他就有點失望 當然這是一個笑話 可是我覺得他在我們得救的過程裡面 神說得救不是事務 進去就立刻改變 每一個人的得救都是一步一步一步 我剛剛 我們剛剛看了這麼多的經文 神可能沒有辦法讓你立刻在那裡面 立刻馬上每一個都做到 但是神說你的改變 是每一個時刻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你在困難的時候 上帝就透過他的話語來改變 最後盼望我們每一個人都享受神奇妙的感 我們一起來祷告 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感謝你 謝謝你為了愛我們每一個人 謝謝你為了讓我們在這個苦難的裡面 看見平安 你來到這個世上 耶穌基督 願你讓我們每一個人受捆綁的 受壓制的 我們心裡有傷害的 當我們陷入在那個貧窮裡面的 神啊你就讓我們每一個人脫離那個現況 讓我們每一個人因著耶穌基督 因為我們相信神 你要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成就不一樣的事情 主你要讓我們透過我們生活中每一件事情 去經驗上帝你的神 及上帝你奇妙的愛 奇妙的帶領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說我們要把我們自己全然仰望在你的面前 在這個帶領的結期裡面 我們也要知道 我們要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 預備自己 等待耶穌再次的降臨 也把耶穌基督的愛放在我們的心中 把上帝的光活出來 謝謝主耶穌 我們這樣祷告都是奉耶穌基督聖名 Amen 接下來我們要一起來領受聖餐